一群小奥特曼正在做旋转木马 他们都玩得非常开心 今天是节德奥特曼的生日 贝利亚第一次带他来游乐场玩 爸爸 我也想做旋转木马 你可以帮我去买张票吗 儿子 老爸刚刚买了游乐场的门票 钱都已经花光了 我们看看就好了 咱不玩行吗 我真的好羡慕他们 从小到大都没玩过旋转木马 我真的好想玩一次吗 就一次好不好吗 好吧 儿子 不过你要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想办法赚点钱 贝利亚为了能让杰德做旋转木马 开始在游乐场里面上班 他当起了大众的清洁工 然后又在马戏团表演杂技 小朋友们都看得高兴的鼓掌 他竟然还假扮成美人鱼 在空气中游来游去 还一边表演魔术 练出了很多野猪佩奇 为了让杰德开心贝利亚真的很努力 大家给贝利亚四朵鲜花鼓励一下 接着贝利亚又在另一个剧场扮演小丑 逗得观众们都哈哈大笑 然后他又去鬼屋里面当起了工作人员 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怪兽吓唬大家 他很卖力地表演 只是想得到大家的赞扬 之后还要去迷宫的厕所里搞卫生 在天黑之前就要把这么多的马桶清洗干净 他已经不记得总共做了多少份工作了 可他一点也不觉得累 最后还要把游乐场的地扫干净 贝利亚一直忙到了天黑才下班 游乐场的老板拿了一袋马没过来给他发工资了 数学成绩很好的贝利亚数了半个小时 总算数清除了袋子里总共是一块金币 他开心地去找杰德奥特曼 杰德等了他一天都等到睡着了 幸好格力乔还没下班 在游乐场关门之前 杰德终于可以玩一次旋转木马了 看到杰德玩得这么开心 贝利亚感觉一天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他还给杰德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 然后给杰德唱了首生日歌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ars的图友啊 没想到贝利亚唱得还挺好听的 杰德觉得这真是难忘的一天了 我们下期再见